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不了呢 最终结果是一顿鸡飞狗跳 挨打呀 后来我长大了 这人逐渐成熟 你慢慢就懂的 凡事一定得有个度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呢 兴趣爱好呢 肯定都可以有 但是绝对不能过分沉迷 你可以适当的点缀生活 你才能享受这种兴趣和美好 辽道宗这个人呢 他的兴趣那就是打猎 喝酒 做师 哎 这是没错 错就错在什么呢 道宗皇帝把这些生活的点缀当成了生活本身 更何况呢 他还是个君王 哎 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上一集说到 辽道宗手下的权臣耶律以新这些人呢 密谋陷害皇太子 他们呢先派护卫太保 耶律查拉 诬告耶律萨拉等人的密谋弑君 护卫太保是个官名 就类似于这个玉林军的一个队长吧 说这个耶律萨拉这些人啊 准备把这个辽道宗啊 这个试掉之后呢 迎立太子为帝 这第一次诬告是没有成功的 也查了半天没有任何识据啊 耶律以新 包括的党羽 只都作罢了 按照常理 我们都知道 诬告大臣 诬告太子绝对是大罪过啊 更何况这个对象是当今太子 他还没被废呢 但是呢 刚刚过去的皇后萧官燕一案 使得辽道宗非常愤怒 他就在国内啊 下明诏 就命令百姓百官 你们都可以上言告密 言者无罪 因此呢 耶律以新啊 这些人并没有这次告发不时而获罪 一次告发未成 这群人就消停了吗 哎 我们这节仔细讲 在细说这段历史之前呢 还是提醒大家 多发弹幕 多多沟通 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 撒了一个谎 必须得用一百个谎来圆他 同样呢 为了掩饰自己诬告太子这个罪名呢 耶律以新啊 这些人也只有千方百计 来证明太子有罪 只有这一条路了 不久之后呢 已经升为殿前都典检的 耶律以新他的心腹 那萧十三 他又派人来告发了 他派谁呢 他派排印郎君 萧俄都沃亲自到辽道宗面前自首 什么叫排印郎君呢 这也是辽国的官名 就是辽国皇家的仪仗队长 萧俄都沃是怎么样自首的呢 他就说了 先前所说的耶律撒拉那些人 确实想谋反 确实想拥立太子当皇帝 小臣我呢 当时也参与其中 本来呢 我们是想把 耶律以新这些人都杀掉 立太子为帝 为臣呢 害怕事发作诛 所以现在我来自首求国 我们一般人的惯性思维呢 就是好事多多益善 坏事必知则及 没有人会傻到自己 承认自己有罪的 眼见身边 平时的鞍牵马后 率领这些军事举起那大仪仗的 这个侍从官 他自首 姚道宗呢 是不由不信 赶紧下诏 派有私居审 给我死气审 在耶律以新的安排下 被抓起来的那些军将 那些军士 最后都被驱打成招 你要让皇帝相信 你必须得有证据 为了完全打消 辽道宗的怀疑 耶律以新和的手下呢 就在有私的庭院内 攻陕好多名 就这个被污称 要谋反的这些人 当时是三辅蜀天 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五花大宝 然后呢 脖子上又扛着超重的枷锁 身后呢 不停地有胃 是用的细绳勒住这些人的脖子 每次都勒到这犯人快窒息的时候 又松开 一天好多次 史书记载 人人不堪其苦 唯求诉死 所以在这个折磨之下 那些人啊 当时唯一的想法赶紧死了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很快辽道宗就派手下的患者 来复查案件啊 派那些太监来问 还问这些人有什么话要说 这个是不是是真的 当时广受折磨的这些人 个个都讲谋反事实 别无异词 得报之后 辽道宗非常愤怒 马上派人把自己的皇太子 耶律郡啊 这个囚禁起来 然后呢 命令他手下的大臣 耶律燕戈来拘审 太子耶律郡啊 肯定是连成冤枉啊 他就自己说 我为储君 上何所求 功当为我辩之 这是他对耶律燕戈说的 但这耶律燕戈和消失三案什么 那些人 都是耶律以心的 绝对的心腹死党 因此就伪造了太子认罪的撞书 然后呢 把这个有签名的 有手印的 这个共罪状吧 呈献给道宗皇帝 辽道宗 旁这个状词一看大怒 马上下诏 废太子为庶人 而且下令把太子 关押到上京 人的感觉确实是挺复杂 你看从前 夫妻抗力 和美恩爱 辽道宗看见太子呢 肯定喜欢得不得了 就想到萧关燕了 现在呢 一顶大绿帽头上戴着 看见耶律郡 他马上就会想起 他那红杏出墙的 他妈妈 皇帝有这样的心理 作为太子的 肯定是厄运当头 自己的母后 刚刚 以白炼上吊而死 心中血 眼中泪 还都没干呢 你看 自己就轮到 被人一勺毁掉了 所以说 叶利君啊 当他被押出宫门的时候 他就仰天叹息 我有何罪 尽至于此 此时此地 气势汹汹的萧十三 叶利以心的这心腹 还大声贺骂 这位昔日的皇太子 就杠了 赶紧进入牢车 进入监车 赶紧给我走 随后呢 咣当一脚 把这个车门踢上 把这太子压往上京 从前毕竟是堂堂皇太子 按理说 你沦落到囚犯这个地方 你把他软禁起来就算了 这帮奸贼 把他囚在一个地方 一个囚所 一个小房间 然后呢 以砖石 周围砌了一堆围墙 等于就把他孤零零的 囚在那小屋子里 禁止任何人去探视他 思来想去 大权臣耶律以心 还是害怕太子 东山再起 万一皇帝什么时候 要想起他的好处来了 重新立特为太子 自己就完了 于是呢 就派两个壮士 潜入囚所 把当时这个年轻的皇太子 就活活给掐死 耶律君被掐死的时候呢 年仅二十岁 这两个人把皇太子掐死之后呢 为了向耶律以心 赴命 还用快刀 把太子的手机搁下来 装在匣子里 星夜迟回 呈现给耶律以心看 宴看 领取封赏 皇太子 耶律君被杀之后呢 留守上京的这个官员啊 叫萧塔德 他也是耶律以心的死党 然后呢 他就写份报告 给辽道宗 就说太子啊 因病而死了 病死了 辽道宗听见儿子死讯 当时也是悲从中来 毕竟想起昔日的父子亲密之情 下诏命太子妃呢 返京 就说你现在儿子死了 让儿媳妇回来吧 结果呢 耶律以心抢先一步 派人伪装成盗贼 半路上把太子妃给杀掉 怕什么呢 怕这位女人啊 见到他老公公道宗皇帝之后啊 把时事给说出来 辽道宗时代这个皇后案 包括这太子案 尤其是这太子案 株连慎重 一方面呢 耶律以心啊 这些奸臣呢 排挤异箭 陷害忠良 另一方面 确实是辽国高层的党同伐裔之争 这些大臣朝臣 互为彭党 非此即彼 杀来杀去 屡兴大狱 所以说造成辽国国内巨大的内耗 这也是导致后来 辽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萧皇后和这个皇太子 死后又过了两年 辽道宗大康五年 就公元1079年 有一次对道宗皇帝出列 出列之前呢 耶律以心 又奏请 什么呢 留皇太孙于京都 当时呢 有一个大臣 叫萧乌纳 不是萧伯纳 萧乌纳 这人是个忠臣 他就上奏 说什么呢 窃文车架出游 将留皇孙 苟保护非人 恐有他便 果留 臣请示左右 听说皇帝你要出游了 要把皇孙留在这个国都 如果保护皇孙的这人 这个责任不到 恐怕出大事 如果真把皇孙留在京时 为臣我 一定要侍卫左右 接到这个奏章呢 刘道宗忽然转过味儿来 就察觉到耶律以心啊 他这个手下的旁荡啊 他们这种阴谋的气味啊 于是呢 他就带着皇太孙一起外出 从此开始呢 他就开始怀疑了耶律以心了 那这个皇太孙是谁呢 那就是先前被杀死的 被害死的 皇太子耶律君的儿子 不久之后呢 刘道宗大摆轮驾 去行事黑山的平殿 他在车架当中 他坐在那个皇帝的那个路车里面 哎 回头忽然一看 就发现不少朝臣 大官点头发腰的 都跟在那谁呢 跟在耶律以心的马后 耶律以心当时骑着高头大马 那些人啊 官位都挺高 都不敢骑马 都步行着 在后头这个互拥着 由此呢 他对耶律以心呢 更是心生厌恶 没多久 刘道宗又下诏 把耶律以心外派 任命他为知南院大王室 不久呢 又下诏 消夺耶律以心的一字王爵 把他改方为混同郡王 看见皇帝对自己逐渐不信任 他心中也害怕的耶律以心 但是呢 觉得自己现在还有个郡王的方号 心中呢 稍稍感到安心 他就马上入宫谢恩 刘道宗呢 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昔 对他那种信任和亲热 也没说什么话 当天就下诏 又把耶律以心再次遣除 改派他呢 主持 兴中俯事 大康六年 刘道宗又把这个大奸臣张孝杰 把他职务削扁了 安置在安宿州 等于这就断掉了耶律以心的左膀右臂了 转年 大康七年 刘道宗下诏把张孝杰 消职为民 很快呢 就以欲禁物于外国这样的罪名 又下诏 把耶律以心也给逮捕了 将这位大全臣浑身挂满大铁链 囚禁在来州 大康九年 公元1083年 你想 你在监狱当中的耶律以心 你老实待着吧 他不老实 他想乘机 逃奔到宋国 结果哥们没跑成 天坐地了 他的亲戚喝酒作乐 还说 五百万两黄金 不足为宰相家 至此张孝杰家里百万两黄金 和他的亲戚宗族一时之间化为乌游了 我们再话说回头 肖观音肖宏当时以白练自己上吊了吗 当时辽道宗还是非常恼怒 这老婆死了 他还怒 毕竟他给自己戴绿帽子了 因此就让人把肖观音的尸体扒个金光 随便裹个草席 随便就给埋了 天坐地 耶律延西继位之后 一方面 他把从前污害自己父亲的 包括污害自己奶奶 这几个大臣都给租租了 另一方面又把奶奶的尸体给刨出来了 重新喜慕庄国 穿上皇后的衣饰 然后以宣得皇后的名号 把奶奶和他爷爷辽道宗合葬在一块了 再到后来 辽朝被金军攻灭了 金军非常凶猛 他们对辽朝契丹人 怀有深刻的民族仇恨 金国兵马 攻灭辽国之后 大毁京城 把辽国的皇族领寝全部得挖空了 萧关燕的尸身又被刨掘出来 身上的金玉 这些首饰 又被全部剥去 残留的尸骨就扔在地上 任由牛马践踏 自古红颜多薄命 还香消玉勇过后 我们这位女尸人依旧是不得安生 灵魂竟无安生之地 到了清朝 风流倜傥的王孙纳兰姓德 对萧关燕萧皇后 惺惺相惜 还做过一首词 来追念萧关燕 这词怎么写呢 六宫家立谁曾见 层台上林方主 一镜空盈 鸳鸯火破白平去 看胭脂听兮 几堆尘土 只有花林 晚风深夜雨 萧关燕皇后 她的丈夫辽道宗 耶律鸿基1055年继位 在位46年 她到1101年才驾崩 死年的70岁 如果辽道宗是个瑞翼治国的 像辽盛宗那儿的好皇帝 他活到古兮之年 肯定是辽王朝的福分 但辽道宗这个人在位日久 沉眠久色 虽然说这个人在写诗写作 这方面有那么几下子 但真正的文治武功都不及格 特别是在他统治后期 皇后案 太子案 株连慎重 许多大臣都被录死 从根本上就动摇了 这个辽朝的元气 辽道宗死后 他那孙子 10年26岁的耶律燕熙 这个人继位之后 估计也是承袭了 他爷爷奶那种显性遗传 他既像萧关燕那样 能歌善师 又像爷爷耶律鸿基那样 酷爱打猎 余色不已 现在的河北张家口 霸尚地区 有一个安国里闹旅游区 梅老师也去过 这地方在辽朝时候 它的地名叫什么 叫鸳鸯坡 实际上 安国里闹 在猛人当中的原意 也是鸳鸯湖的意思 这地方在当时 是辽国帝王最喜欢游猎的地方 当时那鸳鸯坡 美丽 像仙境一般 湖水充盛 草原广阔 走兽成群 飞禽四季 而且当时那环境 还没有 就是近年来的啃荒 遭到破坏 现在在安顾里闹旅游区 一看就挺壮环的 但是当时辽朝 那鸳鸯坡 当时那情景 比现在要壮观一百倍 根据辽史记载 就这个地方 鸳鸯坡这个地方 天作地 耶律阎西 他在位的时期 就带领大队人马来过七次 纳伯游猎 七单语的纳伯 也就是行营的意思 就是说皇帝在王都之间往来巡视 除了游猎取乐之外 同时还处理政务 辽朝天作地 耶律阎西 他身上那种游牧民族的天性 是很难改的 特别喜欢打鱼射猎 当时的渊用破 这个湖广八十里 水面上飞禽无数 天作地每次到这里来 就派他手下那些卫士 就敲鼓 惊吓飞禽 等到湖面上方 天空飞满了 天鹅那些禽鸟的时候 他就会亲自纵放一种猛禽 这猛禽叫什么 叫海东禽 海东禽是一种损类的猛禽 能够人工饲养训练 放飞之后这种猛禽是支飞硝瀚 搜寻到目标之后 他会像箭一般直落下来 以他那立会 着落天鹅 一下着落天鹅那个头顶 那天鹅一下就死了 掉了下来 看到天鹅落下 辽国皇帝就会命 他左奥的卫士 蜂拥而前 手之尖锐的刺鹅锥 一阵乱铜 而后皇帝卫士当中 第一个割下鹅头的人 那肯定皇帝会赐给他丰厚的赏赐 皇帝本人也会与民同乐 大摆头鹅宴 宴请诸位的成功 还有他手下的一些将士 好玩归好玩 但谁也不曾想 爪白体贱的大鸟海东禽 正是辽国灭亡的勾命鸟 海东禽当时在辽国本部并不出产 他是在当时的女真部落出产 深受辽国契丹人盘剥的女真人 每年都要大量进县上好的海东禽 作为贡品 而所贡的辽国使臣 他叫银排天使 这些人经常是凶横残暴 他们以皇家使者的身份 到处搜刮勒索 强买强卖 银人妻女 看见女真人就一顿乱敲乱打 还把这种行为 他自己还早乐 称之为什么 叫打女真 日积月雷 女真人心中那种仇恨的怒火 就越积越广 越积越深 公元112年 就是辽国的天庆二月 天作地大老远 邀幸到混同江 那里去钓鱼玩耍 混同江就是今天的松花江 按照辽朝的理智 皇帝到了 四周各部落那些酋长 这个时候都要过来拜会 这位大朝天子 酒宴之间呢天作地耶律延熙喝的挺高兴 就命令各位酋长投人 挨个儿你给我起来跳舞 给我祝幸 哎 偏偏在座有个生理真酋长 叫弯颜阿姑达的 一脸沉静 推辞不能 我不会跳舞 我们要知道弯颜阿姑达这种举动 比起现在老板劝员工喝酒 你不喝 比那后果严重得多了 大皇帝让一个小蛮球跳舞取乐 这天大的面子 哎 这个弯颜阿姑达竟敢说他自己不会跳 绝对是早死 当时当地 天作地 耶律延熙他那酒劲再高一点 或者再低一点 一脑一怒一挥手 弯颜阿姑达脑袋肯定在十秒之内就会搬家 可是呢 估计当时天作地大老远来游玩 一路上心情不错 看见这黑乎乎的傻大哥一脸憨直 哎呀就挥挥手算了 哎不跳就不跳 不缺你一个 这下倒好 对于辽朝来讲 不仅仅是洋虎一换 简直就是留了一个自己王朝的绝目人 让他活着了 历史啊 有时就是当时大人物心血来朝那种偶然性 创造出来的 电光石火 一念之差 就可以更改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辽国的天作地 当时没杀这个湾牙阿姑达 那么在公元1114年冬天 湾牙阿姑达召集周围的女真部落 以区区2500兵马 一举攻下辽国的宁江州 也就是今天吉林的浮渝 不久呢 女真兵马又在出河殿这个地方大破辽国 一万多正规军 出河殿呢 在今天黑龙江的赵远 辽国天作地 耶律阎西 听闻这个消息 又惊又怒 自率七十万大军 欲驾亲征 那么这次天作地 欲驾亲征率领军队 击灭吕珍 歪牙阿姑达 这个他能得手吗 我们下一集 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奇葩饮酒知识 到底有多少 说起喝酒这件事呢 我们要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 前有这个齐桓公酒后丢帽 后有刘陵醉酒裸奔 绝对是只要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哪怕是酒局助兴这件事呢 古人呢也没有放弃过钻研 比如说先秦就有投壶 魏晋世青有取水流伤 唐朝人呢又玩什么残钩舍负 等等等等吧 那么到了这个宋朝 酒文化盛行啊 这些人又喝出什么新高度呢 哎 先来看几组啊 据说是北宋文学家石安年 还有他的朋友 这些人琢磨出了饮酒大招 第一 求饮 蓬头垢面 披头散发 脱掉鞋袜 带着枷锁 哎 几个人一块喝酒 第二 鬼饮 大半夜不点灯 和人摸着黑喝 第三 潮饮 邀请酒友爬到树上饮酒 也不怕摔死 第四呢是喝饮 也就是说把酒摆在树旁边喝 喝完一杯酒之后就爬到树上去 然后爬来接着喝 如此循环往复 一直到有一个人爬不上树为止 然后就是憋饮 什么叫憋饮 就是喝酒的时候把自己裹在席子里 脑袋伸出来喝一口酒 然后再缩回去 跟那乌龟一样 跟憋一样 一直到喝的鸣铃大堆 脑袋伸不出来为止 说了这些饮酒方式 可能别人就觉得石炎年 肯定就是一无所事事的糊涂酒鬼 还真大错特错 我们看宋史《石炎年传》上就记载 炎年虽酣放 若不可应以事物 言语人论天下事 是非无不当 你看这人绝对是个大明北人 当然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种研究方式以外 还有别的 比如说把窗户 严严实实的造住 在屋子里点满蜡烛 一群人喝酒跳舞 忘掉时间 通宵哄啪 还有一种据说是欧阳修发明的 飞花传酒 就拿一朵花 宾客们一个个传过去 传到水手里 就撕下一片花瓣 到水那里 这花瓣撕光了 这人就要喝酒 文雅又浪漫 由此可见 不管是这十年年的一种 不走寻常路 还是欧阳修文雅 这种浪漫的这种 倚花传酒 都是这些文人 他们内在思维 这样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在喝酒这方面 我们绝对不能 以己夺人 就觉得这些人看上去 行为乖张不正常 实际上 他们有他们各自的想法 没一说中国史 说的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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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